人民志愿军发起金城反击战 黄宗德所在的部队 奉命攻打上九景西山 他们面对的是围居 铁丝网和火力点交织 构筑起的航线 被敌人叫嚣为模范阵地 7月13日夜间总攻开始 黄宗德率领全班突破七道铁丝网 攻下敌前哨阵地 第二天他独自一人遭遇了 躲在坑道内的残底 此次战斗 黄宗德打掉敌地堡三个 避敌七人 只身伏敌二十二人 缴获卡宾枪十二支 步枪八支 冲锋枪四支 爆发机两台 因英勇表现 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臣 二级战斗英雄 那时他年仅二十二岁 然而曾经一起并肩 作战的战友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但是您一个人怎么把三位战友的遗体拉回来呢 我拉不了 我就没拉不了 我在那趴着好一个两天好一个个小时 我在那等着 那您等什么呢 我等着啊 来找来不得太会了 那万一找不到你们怎么办呢 找不着我都看着他们死 我就跟着死了 我在牺牲 我控制会有没有办法叫他呀 我是班长 他们是 我身边去了以后 我三个战友丢掉 我自己跑回家 我不轻得逃兵了吗 所以我从这男模特别的 多前来 继郑